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回生之子一到五元神那塔 5.0版火神通全收集路線 以規劃每分P4攻略共108個 首先跟跑之前我們先完成一下 這兩個任務 這兩個任務應該都是 世界大潛任務應該都是要做的 不做的話 是拿不然的 接著我們打開地圖 然後去把我們這個 地圖上這些毛點 都給大家開一下 這樣更抱起來會 方便一點 接著我們傳送到 系統自動開的這個毛點 毛點出來之後 我們沿西北西方向這邊向前走 沿著桃路一直往前走 接著沿著路慢慢往右邊拐過來 我們看到我們西北方向這邊 面前就是一個 火神通 火神通 我們下去 走到它下面的時候 我們 跳下就可以拿到了 你跳下 OK 然後這顆火神通 接著我們打開地圖來到這個回生之子 躲下半的這個毛點 出來之後我們把方向看一下我們在 北方向這邊 走到懸崖邊 我們可以看到 對面 這邊有個 石柱 下一個火神通在這個石柱的頂上 我們飛過去 這邊我感覺其實用那個 納塔那個星龍 爬起來應該也挺快的 不過我在這地下好像 一開始沒看到 所以我們就慢慢爬上去吧 這邊爬上去也不慢了 我們那邊有上爬啊 這邊體力應該是夠你直接跳上來的 然後第二個火神通 好拿完 我們右爪 可以讓我們到東南方向 在底下有個 海骨 這個海骨的它的那個 頂上有一個 我們的下一個火神通 我們朝那個 海骨的地方 飛過去 落地 繼續沿東南 風方向向前走 穿過前方的這個樹林 就是我們的下一個火神通了 走上這個陸梯 然後我們的右手邊的這個 海骨的頂上 就是我們那個火神通 我們 走過去 然後 好吧 爬到這個 頂端 好拿到我們的 第3個火神通 好拿完之後打開地圖 就是我們來到這個 這個七天神像 好七天神像出來之後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北方向這邊 我們下一個在頂上 我們先朝下看 跳下來 在底下有個這個 龍啊 我們點擊復生 連復生之後 我們連北方向這個 殘壁 往上面爬 我們按下這個元素戰記 電腦挖意見 進來 才會就往上面爬了 這個 比我們人爬的話要快 而且它體力值還蠻多的 也可以點擊下加速 快一點 好一直爬 繼續往上面爬 好 一直爬 再爬這一段上來 這到頂了 爬在兩方向 北方向這邊 有個專制 一會兒 一會兒我們做個普通戰士 我們點擊激活 我們藍樹就被恢復滿了 接著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北方向 頂端這邊有個柱子 柱子的頂上是我們的一個 神童 我們直接 爬上來 用這個技能爬得很快 然後我們第四個神童 拿完之後 我們看斷南方向這邊跳下來 來 哎呀 我們按斷南方向這邊 繼續走 走到現在一邊的時候 最後最好停一下 因為這個 不是很好控制 我們脫離復生 電腦按Q鍵 脫離 脫離完我們 直接斷南方向這邊跳下來 看到底下一個大鑽頭 鑽頭的這個 尖端部分 是我們的第五個火神通 我們拿一下 這邊我們慢慢下降 不要急 好拿完 就是我們本批的最後一個神童了 我們接著打開背包 核對他數量 好我們本批一共是 收集到了 五個火神童 好的我們下批再見 掰掰